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0月2日星期六的下午六点钟时间 今节我是许刘先生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刘克燕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 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第一宗新闻想说 有关于第二批宣誓的九龙区的区议员 其中有一个就是民主党的副主席 也是观塘区的区议员梁逸亭 也是即是这10个泛民被DQ的区议员之一 即是九龙区里面 他昨天就在他的选区 翠平村的议员办事处出面 将他的姓余物资派了他 都算是叫做不错的 什么口罩 消毒噴霧 颈巾 书 将这些物资分给街坊 令到当时大派长龙 他怎么说呢 他说没办法控制到宣誓的结果 但希望可以跟街坊说声 作为区议员他已经留到最后 已经尽力了 但是自己做民生或者解决民生的这条路是不会停的 似乎他应该都是想在民主党里面 继续用他的副主席的身份 能不能够叫做为市民呢 可以叫做出一分力 发一分光呢 这个不得而知 如果你问我呢 假如他是想叫做参选的 想将这个民主党在黑暴事件里面来说是洗底的话呢 你一定要整治到里面那群黑夹才行 还有或者你和罗建熙 是不是要出来和香港市民交代一声 承认你们在2019年6月黑暴事件里面 民主党的参与 是令到香港走向一个更加坏的境地 这个责任你们不能够叫逃避了 那时候我不是副主席 那时候许智峰 杠俊宇这些发癲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不是副主席 但是你一坐到这个位置的话 假如你真的想将民主党拉回一个叫正轨的话 虽然这个梁逆亭呢 在黑暴时间没有什么出来呱呱吵 扔砖那些什么 好像许智峰走去前线这些港路 他都没有这些 但公平点说一句 你是民主党的副主席的话 就要背起民主党 其他人做过的什么 丑事啊 坏事啊 或者怎样都好 你要代为出来道歉 这个是没得走的 你说这条路是不会停的话 你不想停 但是你有些东西呢 你一定要清理了做了 你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那他就说有些街坊都说有些什么 离受别墅 说担心那些街坊可能会叫求助无门 那说我希望转型做一些叫地区工作了 你区议员的时候又不是地区工作了吗 他说开始有些概念了 例如成立一些什么关注组 他很简单一句 他可能会用党的身份去继续他的工作 总之他是不会放弃的 也都被记者问了一个有点尴尬的问题 较早前他们没有一个什么差事会员大会 就说到有党员如果想参选的话 首先要通过一些叫恩选机制 那个叫党的会员大会 他是副主席 但是他没有出席这个会议 所以他没有去到叫正正式式投票 和接受记者的访问 这个位置我就觉得他不够大气 他没有回应究竟自己会不会参选立法会 但是对于民主党究竟应不应该参选 自己会不会考虑退党等等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尊重党大会的决定 既然已经有了最后的决定的话 那就一起承担 似乎他和罗健熙的处理手法都是一样 有几大程度上叫拖泥大水 和看不出你们的立场究竟在哪里 有时候有点弹弓手的感觉 看到有些街坊都过来找他拍照合照 有些街坊就说我特意过来的 有些蝉还说不用怕 天好公道的 不用怕啊你 也有些街坊说他有些什么 真的要帮过手的 大大说话都整年多 接近两年都总有东西是做过的 又不用担心那么多 会不会真的叫做完全没有做 我想很难的除了芒果佬的 得力助手呢老美男 只想在办事处吃薯片和刨马经之外呢 我想都很难 有一个完全不理 社区发生的什么事 我想只有芒果佬黄毓民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始终有一些叫做素人的东西 都不敢说跟街坊撑得好行 我见过有一些还说我只是来搞什么 五大诉求搞抗争 其他一些民生的东西 都是我不管的 不过据我所知 他后来都叫真是有去 处理的 你迫到来没办法的 那个阿婆 每天都走来困你 冤住你 你没得不做 不知道大家放假会不会听一下电台 听到今天 香港电台就有一个 关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专访 听完我也觉得感慨良多 局长怎样说呢 他就认为公众不应该 利用 警员殉职的事件 来到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 形容有些网民的行为 非常冷血和无人性 他都说了 都不知为什么 香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这么冷血的地方 他觉得非常非常愤怒 社会应该予以谴责 对于纪律部的人员 他认为 更加应该 切身处地理解一下 这个旅境 他为了捍卫香港 而冒险 他都质疑 这些涉事的人员 究竟 有没有 服务市民的初心 他的意思就是想说 如果你和这个旅境一样 都是觉得 要除暴安良 要服务香港市民 要去撲灭罪行 所以 才 奋不顾身 冒险 去展开的执法行动 而因为这样 而殉职的话 其实你和他 某些地方的工作上 可能都是重叠的 和你们的 心态也好 你们的 初心也好 其实 应该要是一样的 因为你们都是 打算是要 服务市民 所以你们才会加入 这些的 纪律部队 也有继续再说 会 严肃调查一下 这几个涉案人员的言论 究竟 有没有刑事成份 我觉得就算有没有刑事成份也好 如果 说得出这样的说话 真的非常冷血 尤其是 大家都是纪律部队的话 是更加 不可以容忍 接受不了的事 很多都是 借这件事 来到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 例如是仇警 或者觉得 2019年6月的事件 警方拘捕他们的 所谓的叫做手足 就觉得 很不开心 见他们对手足 拘捕的时候 头破血流又有 或者将他们 双手反绑又有 很多不同的 形形色色都有 或者向他们 发射这个 胡椒波波 眼泪弹 等等 他们觉得我们有 之间有个叫仇恨在 所以 只要两方面 是对立的 警队 我不理你谁都好 总之你们警队有任何不好的事 我们就会值得高兴 所以那种 无人性的程度就是 给这种的 仇恨 去概括了 人的 最基本的一个 这就是 他们所说的 叫良知 或者叫人性 对于一个 你都不知道 和你们 2019年 6月的事件 有没有关系的 旅境 而这样 去做一些 那么无血性的漫马 真的 我怎么想都想不到 为什么会 这么冷血的 跟局长说的 一样 他意思就是说 不管什么政治理念 都好 不应该 将人家 遇难的事件 拿出来 这么哗苦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只想到一句 我听过不少 这些的说话 或者冷言冷语 没什么感觉 也好 我明白的 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旅境 可能没什么感觉 都不要紧 但是 不要去到那个程度 那种很冷酷的程度 说起来的说话 是很难听的 我不知道 我只想到一句说话 大家都有妈妈生 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个访问里面 都有问到他 例如 关于23条 他也都说了很多 现在都是 在法例 和草案阶段 不想 透露太多 就算是叫立法的话 都留给下一届 政府方面 去处理 对于 国安法 现在还在实施 已经实施了一年有多 他都形容的 比起想象中好 因为你的大老虎 黎智英 和他的媒体 已经分别被拘捕 准备清盘 另外 拉了不少人 令到社会 平静了很多 煽动年轻人出来 违法 暴乱的情况 要大为减少 平静了这么多 是不是真的 其实 真的 而去了哪里 因为他们要找个 宣洩的渠口 正 去了BNO祖家 即是英国 看他们 在十一国庆的时候 英国那里 这次就是出了真正的BBQ 中国国旗 很可惡 还有 林郑月娥 邓炳强 还有 习近平 习主席 的照片 他们以为是很好玩 其实 我觉得就是很少学计 还有用雷射笔照 中国领事馆 等等 喜欢做饱饭 这些东西 你们自己喜欢 虽然 看到他们 拉得就拉走 就走 或者去英国 搞得就搞 邓局长 也有说 叫大家 不能够 调以轻心 现在 部分人 的思想 已经被有关 人士 已经侵扰了 所以才会出现 反政府的 孤狼恐怖活动行为 还有 应该就是 所指的就是 光承者 以及 以一些 政治意图 弄了一些 会爆的小组 出来等等 不惜 要在公众 地方 和法院 等等的地方 引爆 菠萝 也说到 这一句 大快人心 也说得很对 不能够 一条法例 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之前有什么 什么sir 又说 什么23 一定有23条 23条 我们的救命草 又说 台五牌 不要瘋了 邓局长说得对 不是一条法例 就搞定所有的问题 他们说到 一条法例 可以搞定 救命草 23条就是救命草 香港有23条 就是天下太平 不要看得整件事 这么简单 这些真是很垃圾 很白痴的 的想法 还有他们说 有时 那些什么 我一路改的 两刑委员会 就觉得 好像是有 一个两刑委员会 就能够 扭转到 或者改变到 一些所谓 判刑方面 不公平 或者觉得好像不是很合理的 问题 这样就可以形人而解 都是那句 不要看得太简单 整件事 刚才提到 英国方面 就跨啦啦 他们就这样搞 另一个傻佬 梁仲恒 也都在美国 带队 他搞了一个 HK LC 古灵精怪 又是游行去到 华盛顿的 中国驻美国 大使馆 在这段示威 BBQ 烧中国的国旗 和党旗 我只是这样看啦 就算你在说什么 叫什么 怎样都好 你始终 都是一个 偷鸡摸狗的 通缉犯 还有呢 你烧 你烧国旗 是 对于 中国的国家形象 有那个 侮辱 和那个叫做 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呢 你是 一面旗 被你烧完之后 不会就是这样 令到一个国家 就会叫做倒下 我任你烧烧烧热 一日一夜 十日十夜 烧不停都好 你都是改变不了的 只会制造了一些 叫做 有毒物质出来 看到他还穿着西装外套 穿着波鞋 看着 所谓的手足在那里烧 烧的时候 又在拍照 不要那么小学鸡 弱智仔 是不是 还有呢 拿着什么 香港独立 光时的旗帜 还要 在那里大喊 五大诉求 喂 瘋的吗 你 如果你真是这么厉害 你留在香港喊 你向着 中国领事馆喊 香港独立和光时 是没意思的 你喊光复香港 为什么你不是去 香港喊 或者在香港做些事呢 而在美国那里做呢 你在美国可以做到什么 就会令到叫光复呢 你觉得靠美国政府可以帮你光复到 磨青光你都不行啦 傻佬 太白痴太弱智 跟了出来的都是傻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 中国领事馆面前都喊香港独立 你觉得在那里喊完 就会被香港独立 我被你喊 喊破你的喉咙 都是不会 有任何的效果 你们只不过 一班奇奇怪怪 叫做 情绪上 或者情感上 宣洩 没有的 一个表示 就算 全世界知道你现在发生什么事 那又怎样呢 我看到一个 天才更好笑 有两个 阿蕾 一个戴着黄口罩 一个拿着港英奇 没有暴徒 只有暴征 反送中 五大诉求 这个好搞笑 他写了五大诉求 但是他把纸牌 写完 只有四条 撤回 逃犯 收定条例 撤回了 你不是白痴 你 撤回 撤回收定 你不是 不知道 撤回了 你 连举 五大诉求 都错 你只有四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 已经不成立 因为已经撤回了 第2 释放被捕示威者 第3 调查警民冲突 第4 撤回暴动定性 然后 然后塞在另一边 雙普选 这个又是错的 为什么 他又说 调查警民冲突 一向都有调查 有监警会 都要调查 是不是 有得被你投诉 释放什么 被捕示威者 这个还好笑 不会放的 这个傻佬 或者这个 阿禅 你继续 继续 这个 举什么牌 什么游行 还是怎么样 其实没意思 完全没人理你 以为很开心 以为自己 烧几枝旗 做到事 不过在这些 黄友来说 觉得很开心 他们看到这些 相片 看到这些情况 这些片 觉得好过瘾 我们做不到的 靠你 会不会扔钱 去patreon 跟那些 融树头唱歌打赏 有什么分别 我有时都有 这样的想法 提到 刚才和中国有关的 另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 港大方面 因为他们较早前 学生会评议会里面的 致借七一吉警男的动议之后 搞到有四件 就违反了港区国安法 因此 惹来这个官非 另外也有一部分 因为参与这个会议 还未能够重返校园 我想学校都会给你机会 究竟认不认错 认错就有机会 对于 学校方面 清了这班学生会走之后 另外做一件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印象 就是放在 港大的 黄克敬平台上的 叫做国伤之柱 其实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 挺可恶的 那些人的样子 很痛苦 弄到一枝 有些港大生 之前六四的时候 有些欠花 本土派 最憎 这些 叫做 六四 这些 这是一件事 他们各自各自的 冬瓜豆腐 什么瓜葛 他们自己搞定 近来也有消息 支联会因为 卷入了国安法的案件 港大也避免惹祸上身 想着要将 这一组 国伤之柱 移走 因为这个 丢数 也有关于六四 蔡耀昌 听到 有这样的事 觉得校方需要向公众交代 他说了 港大已经超过 有20年 长期都接受了这一组 在校园树立起 港大有使命 对这个历史责任负责 任何决定之前 应该先咨询一个学生 也要考虑一下 市民的感受 希望他会和这个支联会联络 你没有巴之弊 你都瘋了 还有 摆就是人情 不摆就是道理 不让 港大要收回这个地方 再发展 发展 我觉得 这一枝东西 对于 学校的形象 也好 或者对于学校 未来一些 私生方面 会不会引起一些 不同的政治敏感的东西 会在学校又有什么 风波 不要将 六四的历史责任 叫港大 去去背 这个很重要 你不可以 将整个责任压 什么历史责任 要跟学生 沟通 要什么市民的感受 我摆都不想拿走 有没有搞错 那你 支联会又解散 你有没有顾下市民的感受 你就可以 因为你就可以 说自己会有什么风险 所以就可以 但是如果说大话 我怕这些有风险 行不行 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那你当然说得口响 那尾后也想说多 一两单的新闻 有些口响响 或者有些傻佬 又出没了 我看到一段 车镜片 就是一辆的士司机 在 今天的 晨早7点多的时候 在大角咀附近 有位 的哥 因为 駕駛的问题 和一个 有儿子就发生争执 那这个单车蓝 他拿着单车 扣头公路单车 都叫做不错 他穿着一条短裤 上身 没有穿衣 一大个肚腩 就凸了出来 挺可恶的 不穿衣 是可以 但是你身形好看 跟不好看得差很远 因为的士司机觉得 嫌他慢 踩得慢 就挡着田面的路 那就boot他 boot他的时候 他不断转头 不断骂司机 在那里吵了 下车吵吵吵吵吵吵的时候 撿起这些硬物 就狂拼 车头的挡风玻璃 就拼得 整个蜘蛛纹都出来了 哇这个人都挺瘋的 之后司机 好搞笑 他打算 倒车 去 走 谁知道他又撞 自炒撞到其他篮杆 他本来打算把整个单车捧 扔到的士里 不过他又没有这样做 可能他知道自己单车贵 他原来就不满 司机就拍他 做什么 拍我 拿电话来 司机在里面 当然不理他 不断 最后这个单车男 自己离开了 警方就追求他 不过司机就真是惨了 被玻璃碎 戒伤他的手 送到医院 这个司机都很大年纪 七十八岁 幸好他没有下车 如果跟这个肥肥 单车男 真是抽起上来 那就麻烦了 那尾 讲到 一个新闻 开心事 看到 很多香港的 网友仔 都拿到 这个 电子消费券 的第二回合 拿到之后 大家都出去买 好像见到 龙眼妹说 好像说 风宅 有人排队 进去买 危险 哇 厉害 因为我还记得 当时 19 没多久 未到 说要 封这 封那 坐飞机 都不行 我还记得 我跟一个 风宅的 员工 聊天 说 我就不知 在那买少少 东西 买了两三千 港币 我说 最近 没了 内地的朋友 买东西 真的差 很远 这次 消费券 第二回合 发放了 加上 三亿的 连续 假期 很多人 去了旺角 真的很旺 其他区 都有不少人去买 想说 旺电 很多人 都去 价价 旺电 你走上走下 和不同的店铺 登出的价钱 真的有少少差距 虽然 有政府派了一些钱 给大家 但大家 都要小心 有些专买电脑硬件的 女职员都说 人流 真的很多 多了很多 都 因为这一两天 都多了很多人来买 大部分都用这个发达通来消费 他说在这个消费券 支持底下 多了人出来买 消费意欲是好了 不过他们都 打定输数了 他说这个好境的情况 都是能够三四日左右 他都很担心的 其实 他还说 你不要看我这几天 这么风光 他说之前我生意惨淡的时候 你不知道 他说派这些消费券之前 两三个礼拜 无论 平日也好 还是周末也好 商场的人流 他说是非常之小 还说是很惨淡的 他说你看这条行 已经是很窄的 他说 你在这条行 打保铃 都不会打中一个人 想起都心寒 大家就把握一下 或者不要把价钱推得这么贵 大家 最重要 服务好些 招呼好些 发发收手 做多几个客户 还好 他说都预了 过多几天 可能过了 明天 场上会呼唤 叫做正英英 他说现在有些东西 都叫精神一点 香港人 不是不愿意做 有些都是很努力 愿意去做生意 有东西 时间比较快 的人都精神一点 是不是 有些都很惨 哎呀 个个都去了什么风闸 八路回 怎么会来帮顺 小商铺 我们很惨 买这些电器 甚至乎有些人拍到 在西洋菜街 南街那边的风宅分店 还说未开店之前 已经有二十多三十人排队等着来买东西 他说全部都是因为消费券来买的 最多是电脑和电话 基本上什么都有人买的 风筒 电饭煲 烫豆 吸塵机 什么都买 他说有些 很精明的消费者 知道有不少的电子产品 因为那个旋旗 的原因 比较迟 才来得到香港 所以呢 特意在消费券 派发之前 已经 利用了 第一期的消费券 去订货 到了第二期 消费券派的时候 就用来 用来比美数 真是相当 聪明 他说今天 已经有二十几个客人 是这样来买东西 什么产品都有 Samsung手机 或者小米 都有人订 因为我看到mirror 好像最近帮 Samsung的手机 就拍了 大大张 广告 全部 一齐 就出来帮 那只 接机 来到 卖广告 我就最怕 这 有些人 我会看他 拍那个广告 但是我 不会 买他那个产品 就是我不会 因为mirror 用了 这一部 手机 而跟着 使用 手机可能 有点 另类 大家 一去到手机的话 未必那么 情感出发 会越以那个 实际出发 不是 iPhone不是情感吗 这个就是另一件事 对 使用 那个感觉 其实都是以用为主 iPhone 因为 它用起来 那个 介面 那个 叫做 操作的 作业系统 跟Android 不同 一个是iOS 一个是 Android 多少系列 两个世界 可能你用惯了 另一个 你又未必会 用得惯了 又怕 好像很复杂 按出来 有那么多 Folder 有这种 有些可能 以苹果 吉落布 一般的手机 好像 拿上手又不同 可能想拿回照 又很麻烦 又怎样怎样 哎呀 又用不了 什么 一定 iCloud 又迫不回 去哪里 很烦 每个人的用法 不同 这些 是和使用习惯 对于品牌的忠诚度有关 又和MIRROR 这次 帮Samsung买广告 未必有 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都担心 找了他们买广告 可能要花 那个钱 相当之多 因为一口气 找了整个 每一个的造型 服装 化妆 造型 会不会 特别点 会不会很贵呢 有可能 到最后 叫得不诚失 都不顶 Samsung 真是笑死我 希望大家买得开心 买多点 Samsung也好 iPhone也好 什么都好 总之 適用的就买 不要乱买 买 鞋都要买几对 不同颜色 来衬衣 看你没有这个实际需要 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 好了 我们今次 网巷的6点钟 新闻报道 暂时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